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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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福遥 欢迎和一起探索未解之谜 我们在之前的一期有关地心世界的节目中提到 二战时纳粹曾经两都前往中国西藏寻找地下世界 更让人好奇的是 但是當時所有的檔案都被列為了機密 直到2044年才有可能解密 雖然官方惠莫如深 但是民間自發的調查卻如火如荼 那麼當年納粹到底發現了什麼 我們這個地球到底是不是空心的 納粹有沒有找到通往地下的神秘入口呢 今天我們就來說說這個事兒 而故事還要從一位俄羅斯記者 尼古拉·蘇柏廷的調查說起 二戰時期 納粹德國對黑科技情有獨鍾 而德國當時的科研能力也確實出現了井噴式爆發 他們研製出了許多超出人們想像的新型武器 比如德國HO-229試驗戰鬥轟炸機 這是人類歷史上第一架無尾飛翼噴氣式戰鬥轟炸機 它的外型和性能即使在當今 也算得上是相當前衛了 還有著名的V2飛彈 它不僅是世界上第一種彈道飛彈 而且這飛彈還給人類探索太空奠定了第一步基礎 包括後來美國的火箭飛彈 其實很大程度上都是吸引了V2飛彈的技術 可以說 V2飛彈在人類軍事武器史上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而納粹德國的研發效率也極為反常 甚至已經不能用戰爭催生科技這句話來解釋了 除了加緊速度、研發科技、武器 納粹德國還在積極地尋找傳說中的地下世界 期望找到可以改變時間和歷史的地球軸心 它們就好像被加上了馬達 加速推進著世界的發展 而這一切也正在被蘇聯和美國密切關注著 它們的情報機構一絲不敢怠慢 不過對於外界來說 當時的很多事情都已成謎 蘇聯解體之後 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 也就是大家熟知的KGB 他收集的很多秘密檔案被俄羅斯解密了 事情過去了很多年 人們還在不斷的研讀那些史料 希望可以更多的還原當時的發現 2015年一名調查記者尼古拉蘇伯廷 正在研究一份名為獵戶座的檔案 突然一個驚人的發現讓他瞪大了眼睛 他發現在這份檔案中 有一個他從來都沒有見過的地下地圖 並且地圖還顯示著納粹德國 很有可能已經在南極大陸地下 建立了一個秘密基地 地圖中有一個被稱為阿斯加德的區域 這個名字在北歐神話當中 代表眾神的居住地 也就是人類無法探索的神界 而在阿斯加德的左下角 地圖上清晰地標注著 新施瓦本蘭和新柏林 翻開地圖的背面 是一個叫利比里亞的大陸 大家注意看 這張地圖的右下角 上面寫著 香巴拉眾神之城 我們之前說過 傳說中的香巴拉就在地下 那麼這張地圖的存在 是不是意味著 納粹德國真的已經找到了 西藏傳說中的那一塊地下極樂淨土呢 在有關尼古拉蘇博庭的視頻當中 他還展示了一個水下地形圖 以及如何通過U型潛艇 抵達阿斯加德的詳細說明 另外這裡提到 需要使用的是U型潛艇 那麼U型潛艇有什麼特別之處嗎 這似乎又在和另一個證據 互相佐證著 美國作家羅德尼·克拉夫 是在地球空心論界 想當當的人物 他經過了45年的調查研究 出版了一本這方面的著作 名為世界最高機密 我們的地球是空心的 在書中 他提到了一封寫於1985年3月2號的信 國際完整地球協會前主席舒什 在信中說道 在二戰時期 有一艘德國潛艇U209 被分派了一個特別的任務 探尋地下世界 對於東方神秘學 頗有研究的卡爾·豪斯霍夫爾博士 專門為U209配備了圖表和導航 這艘潛艇的指揮官是海因里希·布羅達 潛艇上還有45名成員 一切準備就緒 潛艇出海了 而在1943年5月7號 這艘潛艇突然失蹤了 當時人們認為 U209應該是發生了事故沉默了 但是在後來的尋找工作中 大家怎麼也沒有找到潛艇的殘骸 現在我們如果在德國網站上 還是可以看到有關這艘潛艇的信息呢 後來二戰結束了 戰爭剛過去不久 我們剛剛說到的那本書中 提到的一封信的主人 蘇石就收到了一封神秘來信 信中說 大家不用再找了 你們苦苦尋找的U209潛艇 其實正好好的呢 目前這艘潛艇正處於地下世界 蘇石簡直不敢相信 再一看 信的署名是卡爾·昂格爾 他和這個人很熟 而這個人正好是這艘潛艇上 45名船員當中的其中一位 蘇石表示 他可以確認這封信就是卡爾寫的 蘇石認識他的自己 而更讓人期待的是 這封信上究竟還有什麼內容 蘇石將德文大概翻譯成英文 我們按照大概意思 來還原一下這封信 信的開頭說 親愛的老同志 這條消息會讓你大吃一驚 U209潛艇做到了 地球是空心的 豪斯霍福爾博士和赫斯是對的 整個團隊都很好 但他們不能回來 我們不是囚犯 我確信這條消息會到達您的手中 這是和U209的最後一次聯繫 我們會再見的 同志 我很擔心 元首離開之後 那些地球表面度過一生的人 願上帝永遠保護我們的德國 此次卡爾·昂格爾 信的真實性大家見人見智 不過如果把這封信和我們剛剛提到的 獵戶座檔案聯繫起來看 這一切似乎就不簡單了 因為獵戶座檔案提到 蘇聯也曾經派出了特遣隊 跟隨納粹德國的足跡 尋找阿加爾塔 同樣蘇聯的特遣隊最後也是有去無回 從此像是在人間蒸發了 那麼蘇聯的小分隊 是否也進入了那個傳說中的城市呢 這個謎團就讓我們交給時間來回答 我們之前提到過二戰結束之後 希特勒有一支25萬人的精銳部隊消失了 當時就有人懷疑 他們會不會是逃到了南極地下的秘密基地了呢 雖然很多人認為這只是一個都市傳說 但是美國官方卻很認真地看待這件事情 他們為了尋找傳說中的納粹南極地下城 甚至還專門開啟了一項 名為高空降落的秘密行動 當然啦 他們表面上說 這是為了勘測開發南極的礦葬 1946年12月 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弗雷斯特爾 派遣了一支由40艘艦船組成的大型艦隊 天空中還有飛機伴飛 大家一起向南極出發了 艦隊中有海軍旗艦 奧林匹斯山號 航空母艦菲律賓海號 海上飛機運輸艦松海號 潛水艇參議院號 驅逐艦布朗森號 破冰船 北風號和一些郵輪 運輸船等等 在這次行動中 海軍上將理查德伯德的小組 負責6架RCD飛機的駕駛和勘測工作 每架飛機上都裝備有間諜照相機和一台磁力追蹤儀 他們的任務是在短短三個月之內 南極的夏季裡要測量完大部分的南極大陸 記錄磁場數據 這種磁力追蹤儀還有一種功能 那就是如果南極的冰層表面下 確實存在神秘的空洞的話 這種儀表也能立即顯示出來 在1947年2月19號的最後一次勘測行動中 6架R-4T飛機同時出動 每架飛機都按預定的路線 勘測了磁場數據 然後返回基地 但是這次行動發生了一些意外 幾架飛機的飛行路線差不多一樣長 都是事先策劃好的 可是他們並沒能一起返回 伯德將軍的飛機嚴重遲到 比其他的飛機晚了三個小時的時間 而且當他回來的時候 大家驚訝地發現 他的飛機像被洗劫過一樣空空如也 後來官方說 勃德將軍在飛行途中發生了引擎障礙 為了保持飛行高度 他只好靠滑翔返回基地 為此他不得不扔掉所有的東西 除了膠卷還留下了 但是事情真的是這樣嗎 1957年勃德將軍去世了 他的日記被公開了 而這時人們才知道 在那次神秘事件當中 到底發生了什麼 時間再次回到1947年 當時考察隊的飛行編隊 例行向北方進行飛行勘察 大家飛行了將近兩個小時的時候 勃德將軍先是飛過了一片廣闊的雪地 但是這裡下面的冰塊看起來怪怪的 發出淡淡的綠色 起初勃德將軍沒有太在意 他以為是自己的眼睛花了 就繼續往前飛 接著他飛過了一座山脈 之後再一看 他竟然發現了溪流和峽谷 再往前飛 在他的眼前又出現了一片綠色的森林 而森林中竟然還有在地球上已經滅絕了的猛馬像 勃德將軍簡直驚呆了 哇 我這不是出現幻覺了吧 南極怎麼會有這些反自然現象呢 低頭看看儀表盤 勃德將軍發現 這時的指南針 雷達等儀器全部失靈了 他完全搞不清楚方向了 我這是在哪兒啊 他趕緊用無線電聯繫基地的人 但是無線電也像是被什麼東西干擾了 竟然一點反應也沒有 抬頭一看 他發現自己早已經被幾個碟形的飛行物給包圍了 他才發現自己似乎已經深處危險當中 無奈只能迫降 而飛機降落的地方更讓他驚呆了 他看到了一座閃閃發光的城市 而隨著距離的拉近 他發現這座城市好像是用水晶建造的 此時出現了一位身材高大 皮膚白皙 金色頭髮的人 把他帶到了一個男人的面前 而這個男人看起來像是一個首領 這個男人用英語跟他說話 讓他不必害怕 他們只是希望通過勃德將軍帶給人類一些消息 男子說他們生存在這裡的地下世界 他們的文明比人類先進了數千年 他們和人類世界本來是沒有什麼聯繫的 也沒有想過去干擾人類的生活 因為他們認為人類對於地下世界 根本就夠不成什麼威脅 然而地面上出現了核武器 從這開始他們就開始關注這個問題了 也曾經常是去派人到地面上 給世界各國的首腦傳達了一下來自地下的警告 但是當人類發現地下人的飛碟之後 似乎表現得都很不友好 甚至還會發起攻擊 而他們地下世界並不想要戰爭 於是他們就把勃德將軍給找來了 讓他告訴地面的各國領袖不要再用核武了 否則人類又將進入黑暗時代了 當男子說完這些話之後 不知道哪兒的一股神秘的力量 又把勃德將軍送回到了飛機上 飛機一下子像是被什麼東西抬到了高空 然後飛機衝進了一片雲層 在穿過這片雲層之後 博德將軍又看到了南極大陸 而且雷達顯示他離開基地僅僅27分鐘 可是當他返回基地之後 博德驚訝地發現他的飛機耗油量顯示 竟然不明不白地多飛出了2750千米 下廚一身冷汗的博德將軍一回到基地 就趕緊報告了這次事件 但是軍方高層並不相信他 再之後這支南極考察隊又遭遇了UFO的襲擊 還發生了偵察飛機神秘墜毀的事故 於是南極考察隊緊急返航 原本計劃為期六個月的考察 實際上在剛剛兩個月的時候就匆匆中止了 回到美國之後 博德將軍在美國國防部的參謀會議上 向杜魯門總統做了匯報 而之後 博德將軍還接受了美國最高安全部門的調查 他被告知必須嚴守機密 1949年主持高空降落行動的美國海軍部長詹姆斯·弗雷斯特爾 被杜魯門總統要求辭職 並被關入了海軍醫院精神病院 數個月之後 不慎失足摔死了 高空降落也就給這個事件畫上了一個句號 其實在世界上 許多不同的地區都流傳著有關地下世界的傳說 除了我們之前說到的西藏極樂淨土湘巴拉 還有美洲原始部落霍皮族傳說中的地下之城 霍皮族口口相傳的傳說中提到 人類因為貪婪 傲慢等原因被神多次毀滅 而霍皮族人由於一直堅持對神的信仰 遵從神的教誨 每次神要毀滅世界時 霍皮人都會得到神的提示 並在以人的幫助下藏到地下躲避災難 而我們之前提到的作家羅德尼·克拉夫 就曾碰到一個與霍皮族有關的地下探險案例 主人公的名字叫漢克·克拉斯特曼 是洛杉磯的一名律師 他在北亞利桑那大學讀書時 認識了一位霍皮族好友 卡爾·科帕維·華爾茲 華爾茲在1961年將他帶到亞利桑那州大峽谷的一處洞穴前 並把他領入了地下世界 在那裡 克拉斯特曼愛上了一位美麗的地心女孩 並準備和他結婚 但是他在地面上還有捨不下的私人物品 於是要求回去一趟 克拉斯特曼的霍皮族朋友華爾茲將他送回了地表 並說 等他回到大峽谷的時候 只要喊出華爾茲的名字 他就會來接他 可是當克拉斯特曼拿著私人物品回來的時候 華爾茲卻再也沒有出現了 克拉斯特曼十分失望和懊惱 也很懷念那一位地心女孩 他一直到70多歲才結婚 並在2010年去世 去世之前 他將自己的經歷寫成了一本書 名字叫《科帕維》 就是那位霍皮族朋友的中間名 不過由於他的遺孀的阻撓 這本書沒有正式出版 我覺得克拉斯特曼的經歷很像中國古代的神仙故事 一個人在機緣巧合之下進入仙境 然而卻因為往往放不下世間的俗物 而錯失良機 真的是很可惜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這 大家覺得地下有沒有我們人類未知的奇妙世界呢 記得在留言區和我們分享 未解之謎 我是福瑤 我們下次見 HELLO 大家好 謝謝大家一直看到最後 這裡想和大家說個事 我想和大家推薦一個新的視頻平台 乾淨世界 乾淨world.com 這個是它的網址 那麼這個視頻平台呢 是一個它是主打健康 對人有益的內容的一個平台 所以呢 您就可以放心的去逛 我是很喜歡這個平台的 因為它涉及的範圍也是比較廣 我和大家說一下 因為它每天有大家關注的新聞 然後呢 有評論節目 然後有文化 有藝術類的 我相信我的節目的觀眾 應該有很多人都是對於文化藝術類很感興趣的朋友 那麼推薦大家去看看 另外說 如果您對於教育類也很感興趣的話 或者說您家裡有小孩子的話 那小孩子如果上網的話 你讓他來到乾淨世界 你應該就比較放心了 因為這裡他絕對不會受到污染 您就可以讓他放心的在這邊看視頻 然後學習知識 那麼另外呢 還有財經類的 還有生活方式類的 我知道在當今這個世界 大家對於健康類也都是比較感興趣的 大家都想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這些病毒實在是太多了 然後也都不乾淨 那麼在這邊呢 在乾淨世界也有主打健康類的節目 所以說您在這邊也會 得到一個健康的生活方式吧 可以看到 可以學到這些東西 所以說這是我想和大家說的 那我們也會在這邊之後推出一些 比如說會員節目啊 然後想一些更多的策劃呀 希望可以在這個乾淨世界和大家分享更多 乾淨的 有意思的內容 在這個紛亂的世界呢 有一塊淨土是不容易的 就不好找 那所以我發現了這個地方就和大家推薦一下 那歡迎大家去走走逛逛 另外如果您有這個說英文的朋友呢 也歡迎大家去傳播這個網站 因為在8月8號的時候 他們會推出英文版的乾淨世界 那到時候也會有很多的英文節目 那您可以去和您的英文朋友推薦這個平台 相信他們也會在這邊找到他們感興趣的一些內容 然後我們的頻道呢 在這個平台上也有註冊 也歡迎大家去這個平台關注我們的頻道 那您也可以留言 它也有很多的功能 這個平台其實它有很多的這些 像是function 是吧 一些菜單啊什麼的都是比較好使用的 然後比如說點進右側的這個搜索呢 您就可以看到有很多的這些自媒體的頻道 有很多是非常受歡迎的這些大咖們的節目都在這兒 大家也可以去關注 然後再向左邊呢 就是很清晰的列出了有一些分類 比如說像我剛才提到的這些分類 您都可以直接去尋找這些節目 然後想看自己就是說感興趣的內容 那我們就說到這兒了 拜拜 拜拜 拜拜